這麼小的空間在用麥克風就顯得中氣不足了嗎 然後 我覺得今天來看大家就很親切 再講同一片上的內容就顯得太官方了 就剛剛就覺得 我就想一些我的個人比較 故事和心靈性的東西 這個準備的東西有點官方 所以我覺得最瀟灑的就是準備怎麼沒有用 很瀟灑 然後 然後 我就跟大家講一講就是 我在幹什麼 我為什麼會 今天這班田地 先跟大家講今天這班田地是怎麼樣 就是 這個禮拜是 我很久也很久也來最忙的一個禮拜 我這個禮拜 如果不包括 包括TED的那個 我這禮拜六會在TEDX 台北有分享 不是在年會是在他中間的一個時段 另外一個比較小的空間 那 所以禮拜五會 盤演 然後今天講到腳點指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昨天前天 各去一個 前天去聯合報的那個場子 去分享 然後昨天在 大愛的一個活動分享 所以我這個禮拜 好像每天都會去做分享 或做演講 然後其中兩個是兩三百人的場子 然後分享我的書 或者是我所要做的事情 就我也不是說 我也不是說今天有什麼 好像很成功 就是 當我 跨出這一步 想要做 比較奇怪 和比較特別的事情 就是 我也沒有想到我今天 就還有一點點的 小小的成果 雖然是小小的成果 但是 已經讓我覺得好像有點安心 對 那跟大家先講講 就是之前發生的提示 就是 我在做 台大學生的時候 就是一個 非常 非常非常徹底的 的 有實力感的學生 和理想主力 就是 我想的就是 這個世界上 需要我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為什麼他還直接到我 就是我在想的事情是 我需要做什麼樣的人 是 是能夠讓這個世界更好 我要 這個世界上 需要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然後我要什麼人 那 我經過幾次的跑道轉換 後來是覺得 台灣的政策 或政治領域很糟糕 現在依然如此 所以那時候眼光也不錯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如果有一個 腦筋不壞 然後 心力散腦就來做這件事情 會不會把它做得更好一點呢 所以我 原本不是 政策或政治相關 我在大 大師的時候 其實才開始 去修政治相關的大義的課程 然後 後來 也出國 念這方面 念公共政策 回來以後 再 一個政策的機構 工作過了 兩年四個月 然後再一個 然後就被 算數八角了 去市政府 然後去做機要的工作 做了一年八個月 然後在這 我甚至還被 還被總統府邀請過 去那邊工作 那 在這四年中 當中我的 我的理會和理解的事情是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在這裡面 產生什麼改變 就我在 政策研究的機構 我其實 那時候 以社會新鮮的第一份工夫 來講完理的先來 那是我所寫的報告 或是 我們很用心 去 分析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知道 以他們 以上層人事 考量的方式 我不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去市政府 去當機要 想說 進到政府的內部 可以觀察他們 怎麼做 而且機要是首長的左右手 試圖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是 當最高層 他們的思維和目標 和他們的眼界 是這麼大的時候 我們在想更大的事情 他們 也沒有 也不會很重視 所以我在 就是去年的九月 我 就是去年的九月初 我就離開了兩個職務 那我想說 我到底該做什麼事情 我在前面一段時間 雖然其實經濟都很好 收入都還蠻不錯的 但其實常常會很 很沮喪 如果以前 整個年輕的時候 這麼努力 然後我進了這個領域 很希望做一些事情 但我其實都知道 我每天所做的事情 常常都是吐槽無功 然後我每 在 我安安穩穩的辦公桌前 我常常很難過的時候 好像會困在這裡 我可以 我看得到我二十多 這一路走下去 我二十年以後 我就會變得像他那樣 但我不想像他那樣 但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那 我去年 離職的時候 因為我老闆離職 所以我必須跟著離職 我 我覺得 那個時候有點像是一個感覺 是說 如果有一天你被擠下山來怎麼辦 那我就想說 那你就試著非非看吧 那時候我已經 在做關心教育政策這個領域已經有 一年多的時間 就是我第二工作的時間 我都在用我業餘的時間 在關心教育政策這個領域 然後出現的問題 然後可能的改善方案 那時候我已經寫了一些草稿了 那我就把那個草稿 花了兩個月刪掉15萬字的草稿 刪掉5萬字再寫10萬字 然後就去找書完社 也還蠻幸運的 那時候 有人幫我做一些牽線 所以我見到了岩長壽 那岩長壽幫我推薦給天下文化 然後跟天下文化談了以後 他們說 這個書呢 是這個時代 時代還蠻需要的 教育政策現在也是很需要在討論 但是我寫的是關於政策的 所以 他們 這個 這樣子的寫法 可能很多的 一般讀者是沒有用的 也不太 接受度也比較低 那所以回去的話不說 不是改寫 是重寫 就是開個新檔案 從第一個次再打到最後一個次 然後再做密集的訪談 然後再收集資料 那大概 就是從11月多 大概到1、2月 然後重新寫一次 那 中間的一些幹部就稍微不談了 我只能說 我到最後真的體會到什麼頭痛 頭痛真的是會痛 就是 到前那本書 只要最後那幾張 的情況會是 我把我搜集 某一天 我知道我那天要寫某一個題目 然後我搜集了一些資料 在那個資料架裡面 然後我 一早起來把資料架打開 我看我搜集的資料 我一開始看我一頭痛 他真的痛嗎 他真的在痛 然後我看完我的資料以後 我就忘記我看了什麼 大概在寫到這個地方 那 不過還是蠻信心的就是出版了 對 那 從 今年5月 然後到 到現在 那 至少他第一刷 好像 不久就賣完了 那第一刷好像是賣五 是第一刷好像是五千本 所以就 還蠻信心 至少有一定的場 那我現在也在籌備寫第二本書 那是關於大學的 那這本書其實他的討論範圍比較廣 是從 國中升高職 高中高中升大學 甚至討論一些研究手術 碩士博士的學歷對我的意義 總之是在討論說 這個時代升學 我們要怎麼看待升學 我們怎麼看待不同的學校 我們怎麼看待不同的升學的路徑 我們怎麼看待熱門科系 我們怎麼看待越來 是不是讀越高學歷越好 那當然很多事情 對我們現在來講 已經是有些老生常談 但是對於一些 國中升高中升高中升的父母來講 他們是正在需要這些 思維的時候 那 他們很需要一些 可能在現在30歲 40歲所觀察到的這個世界 出給他們一些 給他們一些建議 那我接下來的本書是 可能會寫關於大學 怎麼在大學的時候 做自己未來生涯的一些語類 那可能之後的書會討論 即使教育 然後會討論研究所 或者是高中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子的思維 去經過這些學習的階段 我們怎麼樣 不要被我們的學校 學習路徑科系所定義 我們可以用合適的方式利用他們 而不是被他貼標籤 被他殘害 被他檢查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下一代 或是我們的 比我們小十歲十五歲的那一批人 非常需要的一些資訊 我們不能容許 我們的年輕人裡面有一半 他被第一成失敗症 他也認為他是失敗症 他也認為自己 沒有什麼好努力的 或他不知道怎麼努力 然後他之後 沒有發揮到最大的經濟 對 那我之後 也會想要 對 所以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多跟我聯繫 如果要做很多訪談 然後做很多的探討 然後可能有幫我上網的地方 那我也如果台下有一些 是現在在大學的學弟妹的話 我有一個想法的建議 就是說 在我當大學生 在我當研究生的時候 我在我剛出社會的時候 我想的都是 怎麼樣做一個 容易被人家雇用的 然後我覺得那種思維 是錯的 我們可能要先思考的是 我們怎麼樣做一個 勇去雇用別人錢力的人 你不一定是變成創業 不一定只有創業 可能說 你是有一個獨立作戰的能力 帶來改變 帶來新的思考 帶來一個新的價值 讓人家 不管是你的公司 你的 面對人群 面對其他的機構 你有那個能力 帶來一個新的價值 讓他們 說服他們買這個新的價值 你有這樣子的能力 你可以被雇用 你有這樣的能力 你也可能可以雇用別人 到時候你才是往不利 其實也是因為我之前都是 以一個被雇用的心態 所以我從小就很限制自己的 能力的培養 和各種的經驗 和各種的能力 譬如說我其實很不擅長的沒有 運動 其實我很開心 其實我很不擅長 在台上跟人家分享 如果你覺得我今天分享的還很留意 你覺得我今天好像沒有什麼 在台上沒有什麼羞全 大概都是過去一年一年多 還有焦點 說給我的幫助 然後給我一些品牌 讓我認識一些人 所以我就是把以上我的小小的故事 分享給大家 謝謝 謝謝